我們現在去看看這個題目 其實這個題目會比較多步驟 看起來也比較複雜 因為大家看到圖也有很多資料 第一個我們就看到 它有資料說 這兩個是一個圓形 分別有兩個圓心 而且它們是 在A和E 就是相交的 還有A、B、C 是Tangent 設施 以下的資料 全部在圖也看到 第一個 就是找角AOE 角AOE 我們要找這個角 是多少 AOE就是這個角 其實我們在這裏找這個角的方法 其實也不是很難的 如果大家看得清 其實它這個圖是這樣的 是這個形狀 這個就是AOE 這個就是C 意思是我們找到C 就是這個 C 我們成兩倍 那就是AOE 這個角 其實第一步 我們可以看到 它這個 是九十度 其實原因 就是因為它是 這個圓的Tangent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圓的Tangent 所以它是九十度 所以它是九十度 原因就是Tangent Parenticular 像Radius 那這個就是第一樣東西 九十度 那第二樣東西 看這個AFC AFC 這個三角形 對 這個畫出來 AFC 那我們這邊是九十度 這個三十度 那最後這個 那當然就是我們的六十度 這個其實是三角形的內角和 對 那我們可以寫它的角 A C F 其實是等於一百八十度 減九十度 就是減三十度 那我剩下六十度 那就是Angle Sum 那裏 找完這個之後 第三部份 對 那我會說 它的角 A C F 等於兩倍的 AOE 那這個角 AO AOE等於兩倍的這個 美國 對了 兩倍 那所以我們會找到AOE 就是二乘六十度 就是一百二十度 原因就是angles at center 就是twice at twice angle at circumference 我們就很容易找到這個 這裡這個是六十度 這個就是一百二十度 我們就找完了這一部分 我們再看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就要pule cdef cdef 是tangent 就是紅色的那條線 就是tangent to aeg 的circle aeg 我們第一部分就要把oeg 連起它 因為圖本來是沒有練的 我們這裡第一部分 就是join了o-e 然後我們第二部分去看 因為要pule它tangent 所以 所以我們呢 最好就是證明到這個角 是六十度 這個就是九十度 那它就變tangent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這個三十度 那第一步 我們就可以看 如何找到這個角 其實我們就可以用concyclic 的方法 因為我們 一個圓形 這樣畫出來 這個 這個度數和這個度數是一樣的 我們一開始證明了這個 是六十度 我們也可以寫一個 ACF 等於六十度 那就是byA 在A部分我們正了 所以 我們就可以說到 它的角 ACF 是等於角 EO-F 就等於六十度 這個角都是六十度 那原因就是說 是個外角 就是concyclic quadrilateral 對 原來摺四邊形的外角 所以 到最後 我們的這個 O-EF 是180度 減了我們的三十度 所以減了六十度 就是減了這兩個角 等於九十度 所以我們用回它的逆定理 就是converse of tangent converse of tangent parindicular radius 證明了它這個是 cdef tangent to 另外的這個圓 aeg 那我們繼續下去 就是c part c part 我們就是要 看一下它究竟是否concyclic concyclic就是我們所說的共語 第一個就看 OBCD 就是紅色的 這個圖形 第一樣東西 我們 要證明它是concyclic 我們也是有幾個方法 有蝴蝶 有原來摺四邊 有原來摺四邊 還有原來摺四邊 還有原來摺四邊 還有外角 其實我們剛剛在前面 那裡 我們正了它這裡 這個是60度 對 這個我們正在六下度 如果它連起來的時候 它是六下度 那我們這個就 逐步逐步去看一下它 我們一開始就知道 A C F 是60度 其實就是 A part 我們正了 這個 是60度 已經知道 所以 我們 各各 BCD 是60度 我各 BCD 因為它其實兩個角 都是同一個 只是在不同的圖形裡看 知道了這個 BCD 之後 我們再去看 它那個 BOD BOD 就是這個 其實是等於那個 AOE 等於120度 這個 我們一開始已經看了 之前說過 蝴蝶形 類似蝴蝶形的物體 這個 X 就是2X 它這個原因 就是Fertical Opposite Angle 對 就 對應角 它這兩個 是120度 就是錯角 因為它這個 60度 這個120度 我們在部分A的時候 已經是正了 在A部分 就知道 這個 是120度 另一邊 這個 是120度 所以 我們可以說到 它那個 BCD BCD 就是這個 再加上 它那個 BOD BOD 就是這個 那就是等於 60度 再加120度 180度 所以 它就是 concycling 原因就是 Opposite Angle 的 對應角 是 互補的 對應角 互補的 第一樣 我們會 加入AE 對 就 加入AE 我們會考慮它 AOE 這個三角 AOE 這個三角 AOE 在這裏來說 這條線 這條線 是一樣的 原因就是 看回我們的 ACO ACEO 就是 橙食的 圓形 它這個是 圓心 這兩個 就是 它的 半徑 所以 第一步 我們可以寫到 OA 等於 OE 因為是 Radies 寫完這個之後 它是一樣 所以 下面那兩個 都是 OE OA 等於 OE A 就是 Base 圓形 Isosceles 圓形 正了 這兩個 是一樣 之後 其實我們最終目的是 要看看 它是否 concycling 正了這個之後 其實下一個 可以看 它是Z型的 樣子 因為 其實它是一個 平衡線 這個 它的底是一樣的 我們看 Z型的樣子 就是 這個 這個 A B D E 就是 A B D E 這個 就是 這個 因為 大家是Z型 選擇 A 而這個 這個 也等於這個 這個 所以我們可以寫到 它的 OEA 是 等於 CAD 同時 它的 O AE 也是 等於 BEC 兩個原因是一樣的 Alternative Angle 是 Alternative Summon 所以 我們知道 它的 CAD 是 等於 BEC 對 這個 我看 CAD 這個 C A D 就是 這個 就是 等於 B EC BEC 就是 這個 這兩個 是等於 的 因為 它是 Alternative 所以 我們可以 證明得到 它 是 Concyclic YES 原因 就是 Converse Angle Converse Angles 原因 就是 這個 其實 這幾部分 它用的 概念 其實 都是大同小異 只不過是 清晰 可以分得到 不同的角 是 在 什麼情況下 用不同的 Risk 就可以做得到